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前 8月10号 大概11点钟吧 上午 女为周州长库莫正式宣布自己辞职 因为前后11个 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12个 对她有关性伤害 就是她性侵别人 其实可以谈到性侵了 性骚扰 指控12个女士 很具有杀伤力的 就是在她调查 AG调查之后 就是纽约州的总检察长 调查报告出来之后 在昨天呢 她曾经的一个女助理 在接受电视采访 在详细的描述了 具体时间 具体环境 具体地点 库莫如何对她动手动脚 那位女士呢 年龄应该是30岁左右 所以她讲述了很多细节 当时的环境 怎么去试图 要 要 要 就是试图对她如何 对她的衣服啊 都是非常细节的 那个东西就基本就完蛋了 那所有色鬼呢 基本她强调的一点就是说 女士们一般不太愿意去讲 那谁敢在公共环境下去讲这样的事情 对吧 当一旦讲过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西方人也同样有这问题 那就会在别人的眼睛里 每次看到这位女士呢 都会觉得 她所描述的场景 对很多人来讲就变成一种 就是难以应对的后面一生的场面 那这个女士去战胜了自己这一份的想法 那所以给我感觉是这件事情 对她打击是毁灭性的 因为那个描述太详细了 然后紧跟的第一个告她的人 就第一个提出这件事情的 也是原来的州长助理 已经在这个 在当地就是州政府所在当地呢 报案 以报案的方式 对她进行刑事指控 那意味着库莫将有可能会被抓 她辞职了 她今天辞职了 然后刑事指控开始出现了 大概到现在有两个女士去了 刑事指控出现的话 那就变成了 无论她是利用权力腐败 诱骗 在加州的法律上 在联邦的法律上 作为州长 政府的高级官员 都会有明确的标志 明确的指示 就是明确的规范 她在宣誓就职的时候 就是表示这些 她必须遵守了 这里面当然包括一些道德上的规范 所以可以预见 库莫很可能会敦奸入狱的 因为敦奸入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进入法庭之后 纽约州的总检察长的报告 再加上具体人的这个申诉 状告 会让她赔下钱财 她家有钱 库莫家族有钱 然后让她顿奸入狱 因为里面牵扯到 肯定是牵扯到 受害人 与施加与暴力的人之间的故事 但库莫呢 据说在这个 在她辞职的演讲实况当中 采用了极其侮辱式的一言 而白宫对这件事情呢 竟然回避 原因呢 她知道 而回避的原因是 刚刚这个白宫的新发言人 她是个女的 她在早前被人家问到 有关库莫这个性骚扰 性骚扰其他女士的时候 白宫的这位女士 曾经羞辱过其中一个 申诉的女人 今天的美国女人 这些精英的女人 嘿嘿 谁要把她当成女人 反正自己有点缺心眼 今天安排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自己的